从这一开始装起来会长这副模样,就很朴素 没有什么装饰 那你要去管理它呢,就是必须到后台 把你的资料塞进去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OK,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那让大家的网站看起来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我课堂中给各位的我个人网站 第七个模板,我按一下 那它就会开启像这样的画面 这时候呢,我们在这边按一下下载的按钮 它download下来呢,是一个Zip的压缩档 在这边 好,那download下来呢,你会看到在哪边 在本机的下载资料夹,你会看到的吗? 007,是压缩档 好,不用打开来 它是压缩档就是压缩档 不要不要打开来哦 好,我从我的网站,教学网站download这个模板之后呢 就打你个人网站的网址,后面再加 administrator,那你就可以登录了 好,这个呢,登录之后,我们要怎么把模板装上去呢? 好,来,各位,如果你想看你现在网站的样子 在后台的地方,右上角有没有看到你网站的名称 按一下,它就会开新页 这个是你的后台 刚开了一个新闻页,长这个样子 好,那这时候呢,原本长这样子哦 好,我刚刚download了模板什么?第七个版本 OK,好,我现在呢,到后台这边有个扩充套欠 管理,安装 好,那这时候呢,我是上传套件包档案 就是刚刚我download下的那个压缩档 好,那我就按下浏览档案 再下载,这里,107,开启 好,装起来之后呢,你要把这个模板启用 所以呢,我们就到扩充套件的布景 好,样式 好,你们看原本哦,只有这两个 原本只有这两个 好,那现在呢,用的模板 打星星的就是你现在用的 好,如果你设这个呢,壁会长什么样子 我刷一下画面哦 长这样子,有没有 这两个是预设的,就是它里面附的 那如果我用我刚刚download下的这个007呢 刷一下画面,我的模板马上换不一样了 好,马上不一样啦 那网站名称到哪去了,对不对 好,这时候啊,你就要点这里 你每换一个模板,你都要设一次哦 好,我现在到这边来,你网站叫什么 好,网站的名称嘛,那这个slogan就是看你 有没有要取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一句话 不一定要写,有写就会有,没写就没有 那你写完之后按下储存,来,我刷一下画面 好,有没有,网站名称就出来了 好,我再存一下,再刷一下画面 吃喝完了,有没有,就出来了 好,所以如果呢,好,我现在出来,按关闭 我如果换了个模板,这个模板呢,我刷一下画面 诶,网站名称又不见了 这时候我们要去这个模板的这个样式里面 把内容填上去,那你再刷画面就会出现了 相对于的名称就会出现了